好 那就先说结论 日剪倒数三天你还能做什么 其实你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 应该是说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日文情境小剧场之特别篇 日剪备考全攻略 我是丽萍 哈喽 今天一样没有惯好 有我一个人单口为你主持 从2023年10月25号开始 日文情境小剧场快闪推出 10集跟日语剪定相关的特别篇 原本想说要每周更新两次 每周三 每周五晚上 9点半准时上架 现在呢 我已经完全不敢跟你保证 这样的更新频率了 可是这10集 我已经规划好要做什么内容了 所以呢 一定会做完的 一定 一定会做完的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 怎么样准备日语剪定 怎么样高分过关这个方法呢 就不要忘记订阅起来准时收听咯 好啦 那我先跟你说 嗯 我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 做到一周两更啊 这个强度太高了 最主要就是因为 我从今年11月开始啊 展开了新的工作旅程 如果你有在听 《夫妻纯聊天》这个主节目的话 应该知道我跟冠桃 投入了房仲业 那我自己本身又是一个 超级的房地产小白 现在呢 除了原本就在进行当中的 教学啦 翻译啦 采访 写稿之类的工作之外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 每一天上班都有学不完的新鲜事 因为我就菜 所以没有什么好啰嗦的 啊 就真的不会 学就对了 反正不会学就会了 反正就是每天都很累啦 真的 所以啊 真的很抱歉啦 就是我现在跟冠桃呢 每天都非常的忙 没有办法维持我之前设定好的更新频率 可是呢 我预定要做的节目 还是会想办法在时间的夹缝中求生存 会努力的制作出来的 就要麻烦各位耐心等待咯 不好意思呢 当然啦 我也是要非常感谢每一位听众的收听 最近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日文情境小剧场的排名啊 一直有往上攀升的趋势 前两天呢 居然还冲到台湾的语言类的第37名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逻辑在哪里 这个排名逻辑到底怎么一回事 因为我这几个礼拜都没有更新日文单元嘛 所以可能大家刚好就是因为要考虑语检定啦 然后可能再找资料啦 不小心查到我的节目吧 应该是这样子 那总之呢 非常谢谢你的收听 自从啊 我在节目里面开放免费的一对一 线上咨询的服务之后 就一直有一些陌生的听众来预约我的服务 然后在预约过程里面呢 虽然说我是一个聆听需求 然后负责给答案 或者是要提供解决方案的一个人 可是每一次啊 都让我自己很有收获 因为我有机会听见学习者的心声 也可以更加了解他们真实的痛点 而且啊 我发现哦 虽然说每个人学日文的动机方法 还有现在的程度都不太一样 可是呢 在这个学日文的过程里面 多数人碰到的问题其实都还蛮类似的 比方说有些人他是在学校有上过日文课 跟我一样 然后出社会之后再去坊间的补习班去学日文 然后这一路上换过很多老师 可是就一直找不到学习的要领在哪里 然后有些人呢 是靠自学 主要是在网络上查资料 遇到什么问题 就搜寻什么关键字 查到的可能都是比较片段的 比较破碎的资源 那因为没有选对适合自己的教材 或是线上课程 所以整个过程就比较缺乏系统性的规划 结果就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样帮自己 安排学习进度 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样的地方 那有些人呢 是基础没有打好 文法学的支离破碎的 然后到后来就难度比较进阶的 或者是说他开始准备要考试啊 然后想说要读一些比较进阶 比较难度高的东西的时候 才发现说 诶 我好像很难把已经学过的东西 把它统整 把它连贯归纳起来 甚至就开始觉得怎么会一团混乱 然后越来越搞不清楚状况这样子 那有些人呢 可能是已经考过日语检定了 可能是有考过N3 N2 也拿到证书了 可是他们觉得说自己的听力啦 或是口说能力一直都没有办法 很有效的提升 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安排更有效的训练 那有些人呢 是准备日语检定 准备好多年了 可是就是某一个集次一直都考不过 也不知道自己的学习盲点在什么地方 那还有一些人他是日语检有考过了啦 也有拿到证书了 可是拿到之后突然顿失目标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考试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来到这里 也不知道接下来应该要去什么地方 这些问题啊 是我归纳出来 多数人都会碰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你碰到的问题呢 在咨询的时候啊 我会尽可能的为他们解答 也会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学习经验 教学方法 希望可以帮助他们 釐清他们学习卡关的原因 虽然说咨询的时间都短短的 大概就是30分钟左右 很难一时半刻让他们解决所有的问题 可是我相信多少还是对他们有点帮助 当然啦 如果他们的问题 有超出我的能力范围的话 我也会坦白的讲说我自己是帮不上忙的 总之我是希望说可以帮助更多学习者 也让自己跟我自己的学生交流之外 也可以听见其他人的 就是比较陌生的人 市场上的声音 这是我做这个咨询最重要的目的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 这个咨询服务呢 是免费的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按下暂停键 来点选资讯栏的连结来跟我预约咯 好 那言归正传喔 回到日语简定备考这个主题 前两天呢 我手上的这个N4 简定冲刺班刚结束 再过几天 同学们就要上考场去了 我也总算呢 是可以小小的休息一下 稍微喘口气 那这个班呢 是从今年的9月开始 冲刺了两个半月嘛 现在我录音的时候是考前最后一周 原本呢 这个礼拜我要上课 可是我想说把这个时间 留给学生自己 请他们不要再学新的东西了 在最后这几天呢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整理归纳 自己目前已经学到的东西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个冲刺班的成员呢 原本是我企业外派实体日文课的学生 就是说外派到公司 就是把我外派到公司去 当企业讲师 教他们日文这样 那当时一开始呢 整个班有20个人左右 从50英开始带 中间有一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就什么各种因素就有中断 然后整个学期结束之后 我自己因为个人的工作规划 就没有继续着这个班 再过了几个月左右 班上有几个零星同学 又私下找我上课 所以我们就用线上直播课的方式 来进行他们的课程 前前后后实体课加上线上课 到现在差不多也是较两年多左右 也算是拜疫情所赐啊 我跟很多老师都一样 以前就是都上实体课嘛 就是到教室去上课啊 到这个公司去上课 也只会上实体课 可是自从新冠疫情爆发 三级警戒什么什么的 搞得全世界老师都要试着转型 所以那时候我也是很努力学习 要怎么样上线上课啊 那些技术跟方法 然后我学会之后 我就有点回不去了 因为真的很好耶 就不用出门啊 也不用通勤 大家各自开电脑上课 然后下了课就关电脑 然后转个身就可以躺着休息了 所以之后我应该也会 以这种线上的授课方式为主 对我来说呢 实践的安排跟规划 是比较有效率的啦 那这一个冲刺班 这个N4的班呢 主要是因为今年12月的日语检定嘛 我就想说 诶那考试了 快到了 就鼓励他们 是鼓励哦 不是强迫哦 因为我有先征求他们的同意 他们说好 我才就是开这个班的哦 就是规划这个课程啦 应该不算是强迫他们 总之我就是想说 诶你们就是今年有想要考吗 那如果要考的话 就一起来报N4吧 后来我就帮他们 规划了一系列N4的检定课程 就想说是帮他们 奠定好基础这样子 那原本呢 是每个礼拜上课一次 为了考前冲刺 就改成每个礼拜两次 所以从这个9月中开始 我就请他们跟着我 跑一张这样子N4的课表 每个礼拜上课两次 每次是两个小时 每一次上课都有不少的作业 这个这段时间呢 我只能说非常的充实 学生们跟我一样 痛苦并快乐着 他们在课堂上啊 必须努力去消化 原本已经学过的东西 还要再吸收新的单字跟文法 到最后两周 要密集刷考题 然后从考题里面 再去找一些新的东西来学嘛 有什么问题 就直接可以在这个课堂上面发文这样 那我另外一边就是 忙着备课啊 做讲义啊 解答问题啊 还要再尽全力的适应 自己刚刚说到那一个 防众的工作 这个全新的工作 努力兼顾这些学习 就是防众领域的学习嘛 重点是 我还是一样要每天做家事 要接送小孩啊 各种的哈 所以不管是在体力上 或是精神上 真的都是蛮不小的挑战 不过我很高兴 因为我的学生们 跟我都没有放弃 扎扎实实的 撑过这两个半月 走到今天 我觉得他们超棒的 每一次上课 我都可以感觉到 他们真的都有在进步 真的非常的感动 那上一集的日检 备考全功率的最后啊 我本来有预告说 要跟你分享 怎么样提升日文听力 可是因为工作真的太忙了 一拖就拖到现在 就想说 那现在只剩下几天 就要12月3号了嘛 各位应该也很难 在一时半课 就可以把这个听力练起来 就变得很厉害之类的 所以呢 今天我就想说 来调整一下主题的顺序 跟你聊一个 我原本是最后一集 才要跟你聊的话题 就是标题你看到的 日检倒数三天 你还能做什么呢 今天这个节目 我想跟你分享 准备考试准备了好久 终于来到日检倒数前三天了 那在考试前夕 考试当天 考完之后 你可以做什么 我会分享几个 官方发布比较重要的考试